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金秀贤金志愿又有最新合照了 仔细看 在俊左手搂住金秀贤 右手搂住金志愿 保护真情侣爱情大家掌双金锁了 从这张照片里我们得到的信息是 弟弟拍的但是在俊发的INS证明什么 证明他们的群人在活跃中 肯定是拍了好多张 然后丢群里 我们爱情保镖挑了一张先发了一个 所以剩下的你们艺人一张 也发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弟弟弟媳 在俊很明显是营业微笑 职业素养 甚至弟弟还有点夸张 而幸福姐和幸福哥 能看得出来是真幸福 毕竟小情侣难得见面 公开营业呢 而且就小金大金穿黑色衣服 又是情侣配色呢 再看弟弟的表情 小郭可是二搭双金 看这俩人可逼网友准 这渐渐的肖像不像知道什么大事 就要绷不住了哈哈 日前接受媒体访问 虽然是爱情戏 不过金秀贤 金志愿两人一开始相处颇为尴尬 幸亏相处后随著剧情进展 CP感也越来越发酵 有趣的是 本作还有先前已 反派角色出名的朴承勋 郭东眼朴承勋就为自己喊冤 称自己是个好人也想演个好人 金秀贤聊到这次跟金志愿演出的默契时 先坦诚 这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一点 只是他跟金志愿都相当害羞 所以一开始还聊不太开 不过我们在片场见面 就自然而然变熟了 而且我能感受到像是爱情戏的场面中 CP感逐渐发酵的感觉 这点我非常喜欢 金志愿则称赞金秀贤是 非常可靠的伙伴 当他感到彷徨或烦恼的时候 金秀贤不是直接给他解决放烂 而是经常默默地帮忙或是舒缓气氛 金志愿也认为两人在区中的关系 也随着他跟金秀贤 私底下变熟而更靠近了 这些也都为营造出CP感带来许多帮助 金志愿与金秀贤合作的 类之女王是近期 讨论度最高的韩剧 两人的魅力席卷粉丝 而金志愿无论戏里戏外 仙女般的颜值与超强演技 以及爱人的害羞可爱个性都相当圈返 其实他出道以来有不少代表作 包括继承者们的高冷千金小姐 刘瑞圈 或是太阳的后裔冷艳的影明珠中卫 以及三流之路爱撒娇的艾罗 或是爱在大都会 我的出走日记等话题十足的作品 而金志愿和每一位搭档 男演员都擦出超强火花 包括朴旭俊宋仲基池昌旭等 百搭的金志愿和 每一位男神都有超强CP感 凡是他演出的浪漫韩剧都超好客 快一起来回顾金志愿的八部必看作品吧 金志愿代表作一类之女王 类之女王由金志愿金秀贤主演 讲述一对年轻的财阀夫妇 白贤语 金秀贤氏和红海仁金志愿氏 因相爱而结婚 但经历三年的婚姻 双方的身份差异与家族带来的压力 让他们逐渐一失了了心中对比的爱意 直到海仁发现自己罹患了绝症 在生死交关的危机之前 这对夫妻一起携手克服困难 并且找回爱情的奇迹故事 金志愿与金秀贤的生机魅力 从戏里席卷到戏外 类之女王无疑是2024 讨论度最高的韩剧之一 也期待剧组释出更多 金志愿与金秀贤更多互动花絮了 金志愿代表作二继承者们 2013年的韩剧继承者们至今 是不少韩剧迷心中的经典 集结李敏昊朴信惠金宇宾金志愿 崔正贺江敏赫正秀金江和纳 朴炯直等年轻演员主演 故事讲述一群富家子弟 与闯入他们世界的灰姑娘的故事 而今这些演员 都已经是男神女神等级 而金志愿在继承者们中 饰演李敏昊的未婚妻 高冷的千金小姐 刘瑞秋刘歪乔 高傲冷艳的人设令人印象深刻 也成为金志愿令粉丝 念念不忘的经典角色 金志愿代表作三好日子 好日子也是金志愿 首部单纲女主角的作品 搭档含流男神苏致谢 故事讲述一对男女 在冬季的济州岛相遇 随住一起浏览器周到风光 两人之间也产生浪漫情愫 俊男美女的组合 加上绝美的风景 是一部让观者舒适的浪漫小品 金志愿代表作四 太阳的后裔 2016年的大热韩剧 太阳的后裔 除了双送CP送中期 送慧桥掀起话题 金志愿演出的军衣引明珠也 成为剧迷津津乐道的话题 明艳动人的引明珠中卫 穿着军服带军帽依旧绝美的扮相 真的迷倒无数粉丝 而他与敬酒饰演的特战司上市 徐大英曲折又浪漫的爱情 也获得大批剧迷应援 金志愿代表作五三流之路 金志愿另一个经典CP 韩剧男神朴旭俊 两人演出浪漫爱情喜剧 三流之路获得许多粉丝的喜爱 金志愿与朴旭饰演从小 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好友 从多年朋友到逐渐为彼此动心而相爱 两人之间的化学反应强烈 无论是剧中的爱情互动 或是花絮的小细节 都有满满粉红CP感 甚至在KBS演技大赏 获得广大网友票选 获得最佳CP赏 被提问拍戏期间 有没有对彼此心动时 他俩超有默契都举手承认 真的太好课了啦 金志愿代表作六 阿斯达年代季 金志愿与宋仲基合作 太阳的后裔成为好友 两人也再次合作演出 古装剧《阿斯达年代季》 奇幻史诗的设定相当吸引人 金志愿在剧中饰演的谭雅 造型仿佛精灵一样可爱 与宋仲基饰演的迎间 有助浪漫爱情的发展 金志愿与宋仲基的友情是众所周知 宋仲基也客串演出了 她的新剧《类之女王》 让不少粉丝都相当期待 金志愿代表作七《爱在大都会》 金志愿与池昌旭主演的《爱在大都会》 也是一部深受粉丝喜爱的爱情之作 故事讲述两人在冀州岛 风光明媚的海岸边相遇相爱 并且交往度过了一段时间 但当池昌旭因为工作而 暂时离开回到首尔后 却再也找不到女友金志愿 至此在她心中留下很大的伤口 直到一年多后 才又再度遇到她 但却发现日思夜想的情人 已经彻头彻尾变成另一个人 金志愿与池昌旭的高颜值相当登对 而两人在剧情中大人似的恋爱 让剧迷看得很心动 金志愿代表作八 《我的初走日记》 《我的初走日记》由李明基 金志愿李一孙西九主演 故事围绕住 连家三子弟的人生故事 以及寻找自我的历程 剧情步调缓慢有点丧 又有助疗愈与温暖 获得极高的评价 而金志愿与孙西九饰演的神秘男子 剧事的暧昧情感更是触动剧迷的心 也深深陷入这对CP的魅力之中 在现实生活中 金志愿是一个非常低调 内敛的人 她平时不参加综艺节目 社交平台上的曝光度也很低 然而在剧组中 她却是一个非常友善男性的人 她经常带小零食到片场 与大家分享 关心每一个人的感受 在与同事合作时 她也总是能够以积极的态度 面对挑战 展现出她敬业 专业的精神 随助《眼泪女王》的火爆播出 金志愿的演艺事业 也迎来了新的高峰 她的出色表现不仅赢得了 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也为她赢得了更多的机会和挑战 未来 我们期待金志愿能够继续挑战自我 塑造更多深入人心的角色形象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金志愿的演艺之路 从最初的配角到如今的《收拾女王》 她用自己的实力和努力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只要不断努力勇于挑战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 自己生命中的主角 金志愿的成功 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荣耀 更是对所有追梦人的鼓舞和激励